有有有 他是这样子的 昨天我在Excel的那个 8点钟的新闻 我也有讲过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啦 基本上是 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的 他是从非洲族人造成的啦 那么我类比的方式 像MCO的时候一样 你人你中了这个Covid的话 他你就不能够这个出入啦 所以现在这两个敌利州和兵州的生猪哦 他是生猪啦 生猪有跨州的禁令 那么当然在一轮的协商之后呢 有一些州的这个受益局 也有条件的接受跨州 就例如说 彭亨州的受益局他批准 从霹雳州的这个生猪呢运去彭亨州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霹雳州的生猪要运出去是 这么的重要是因为半岛的很大的程度上呢 是靠霹雳州的这个生猪来提供这个市场上的猪肉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当然刚才举例的这个彭云州都接受了了 那么过接下来的这两天呢 我本身呢我会去这个参观 雪州的这个拉王的最大的这个猪肉的屠宰场 那么看看他是否他的防疫的那个措施做得好 那么你才能够考虑说能不能够 让这个非洲猪人的黑区的猪的生猪跨走来到那个屠宰场 因为那个屠宰场在拉王 我没有错是全西马最大的一个屠宰场 那么也就是说你的生猪的进处很多 那么生猪的进处很多的时候 他会不会交叉感染这个东西啊 这个生物安全性的这个把关要做得比较严的 如果有一有缺口的话 让这个雪州的这个农场也遭殃的话 那么这个责任也不是轻而来 是一个轻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们必须要比较负责任的 审慎的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只讲在时不时我们会再检讨 那么在参观了这个拉王的这个屠宰场之后呢 我会再召开多一轮的会议 尤其是在关于这个辟力和这个雪州之间的受益局 他们是否有达成一致的一个公司 那么引用这个横横州 开放给这个辟力州生猪 跨州的那个模式 他当然有他的一些的条件啊 这个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呢 应该会有再进一步的调整